接下来就进到我们有关图示的部分 其实可能有一些朋友刚才就说就没有听到的听几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大概有分三个部分 那现在听到第二阶段是在讲一个图示的部分 但图示就只有我们能做而已 其实是我们计划的七个例子都在做 但就是说就是交几个运气包括有关图示的一个部分 那图示的这边的话我们在计划的当中是郑老师担任的 这边的一个指导老师 那我们这个团队包括我还有郑哲也负责水智的部分 那水智的这个议题其实大家都特别重视 尤其是经历 因为大家都特别把已经感觉到也都知道了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 是干涵的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真的在气候变迁底下 它其实影响最明显的应该就是水智的这一块 因为大家都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上面可以了解到说 它其实是水的变化其实在起的影响 其实是变化最明显的 而且水智的问题不只是针对民生的问题 它其实各个领域 尤其我们这个计划站在整个气候变迁 从过去的一个资料提供的一个立场来看 其实我们更会去思考到就是说 面对气候变迁这样的议题 在水智的这个角度 不只是针对民生工程 还有生态和工业 或者跨离的议题 我们应该扮演上一个角色 所以基于这样的种种原因 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其实从过去跟一个 跟部会或者说跟利害关系者的一个交谈 我们可以了解到说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图资的需求 其实是还蛮高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促使就是我们每个领域都去做 所谓的就是气候变迁的一个 底下的一个危害 跟重极图资的一个研发和整治 所以我们大概就做一下定位了 我们大概就是说 我们站在水智园 我们这计划的角度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那当然包括就是说 我们去拿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个 其后变成推广资料 那看来就是说 到底应用到水智园该怎么用 那以水智园来讲的话 我们想那针对这个议题 我们会有哪些指标的层次 以及最后到底有哪些 冲击的一个指标 是可能后端的应用可能会需要 我们大概做这样一个定位 那有这个定位之后 我们在里面的一个架构 大家就很清楚 我们是拿我们的一个计划内部 替换的成果 那我们用的资料 就是我们计划 现在最新的一个统计 像是日资料 那之后应用 大家就分成危害跟冲击 这两个部分 那当然最后 就会做一个平台的一个展示 所以呢 针对上水智园一课 那我还是要重生 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每个领域都做 你可能今天听到 每几个session都做 包括水智园 其实也去做所谓的一个 利害关系的访谈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跟水利署 去做一个了解 去做一个访谈 那当然就是我们透过水利署的访谈 跟合作 我们去清楚了解到 就是说 我们不是把资料丢给他 就可以用了 因为针对这个议题 你还是要留意到说 到底资料怎么用 那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常常过去说 今天有下雨 但下好大 但是一定会有跟你讲说 要下对地方才行 那这一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 你下雨要下在积水区 所以某方面来讲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气候变的影响上 它可能会有些空间的变化 那到底就是说 是哪些部分的一个增加或减少 才会影响到你积水区 它的一个真正的影响 其实是要去界定的 所以我们去跟水利署合作 我们去确定就是说 我们就跟他确定说 我们分为北中南东 大概去了解到说 以水智的供水角度来讲 到底是有哪些区的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颜色区块 它其实是代表就是 我们去讨论之后 讨论出北部有十个 中部十九 南部有六个 东区大概十八个 这些是跟风水有关的一个汽水区 所以就跟他们的一个讨论 所以我们大概就确定说 那我们其实就是集结在这 五十三个汽水区 那同时我们在资料的一个取舍上面来讲 就是去做一个界定 大概是为了取一个 至少测站长度要二十年 原因实际上也就是说 分析的过程 其实是你要考虑到 你分析的一个修正 要考虑到说 那测站数不够 会不会造成你之后 资料有不确定性的一个增加 所以最后取舍变成是一百零一个测站 那大概使用上面来讲 就一步一步做下去 所以我们遇到第一个难题就是说 我们拿我们计划内的一个资料 要应用到水资源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以水利组他们应用端来讲 他们其实是对那个量 以及整个一个pattern的一个 其实要求是还蛮高的 但如果说我们直接拿 网格的一个资料套用到 本来他们都用测站的一个应用上面来讲 我就发现说 网格跟测站其实是有一些差距的 那这差距的话 其实主要是因为面 跟点 它本身呢 其实就是有一些bass的一个存在 那同时呢 我们面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就我刚刚所提到 就是面跟点 它其实是一个落差 那为什么会有面跟点 是因为 在计划里面 我们所提供的一个统计相同日资料 在应用上面来讲 我们把设计成是一个 骨功以成骨功 因为我们不只是面对水资源同时 面对很多领域 那当然就是以网格化资料 是最为便利最为通用的 但在水资源应用上面来讲 水资源的应用的话 基本上 会一定要变到 转换到测站 因为水资源应用 它必须要知道 你的鸡水区 他们过去在评估都是拿测站的资料 还要透过 你可能有五六个测站 还要去做一个 学生式的一个面积转换 所以 中间一定有一些gap 所以我们尝试要把这个gap做一个解决 那当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就去做一个 所谓的一个网格资料 转换到测站一个偏差修正 那这个偏差修正 就是刚刚所提到 我们用至少20年的测站资料 去跟网格资料去做一个修正 那我们修正之后 就可以确定一件事 就是说至少我们修正之后 有很多大的资料 这样各位其实应该很多都开始做气候变迁 都知道说 我们要处理好多好多资料 尤其现在越来越多资料 现在又到日资料 同样都是日资料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做一些统计 包括我们积水区要有 我们要处理6000多币 模拟的话呢 因为换成积水区 所以就变成3000多币 输出的部分的话 有一些资料 有一些阐数 这有7万多币 那甚至我们考到之后 之后换个情境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东西 要模拟的话 其实是要面对很广大一个计算 所以我们去开发这样 去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刚刚记忆博士有提到这东西 是放在我们连带上面 可以做一个release出去 给大家使用 所以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使用 所以我们大概又跟 做一些访谈挑选的危害 跟冲击一些指标 那这个后面 大家可以让各位看一下 我们有一些指标 包括就是 我们现在呈现它的一个模拟的资讯 然后还有脊髓区的分布 以及几个指标 年总价量稍一年等等 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这是全台的 然后还有北部中部 南部东部 那同时还有冲击指标 那基本上这些指标 大概都呈现就是一个封窟差距 这个假距的一个结果出现 那比较大一点看出来就是说 这东西就是一个很直觉的东西 你不用去做摩 你可以直接用的一个定性的指标 就是它的一个未来的降雨趋势 那可能就了解它的一个冲击 所以以西风来讲 它用的是一个大氨气的水 可以知道说 年流量它是增加 真是好吃的 但是我们再来看降雨量 降雨量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 基本上它可能 虽然说增加其实主要就是来自于 梅雨跟台风气的增加 但是它对于春季它是减少 同时它的一个少雨跟不像 它都一个增加的趋势 所以这大概可以 给 要用的它一个很直觉的资讯 它了解到就是说 虽然说未来西风变是一个整体的增加 但是它可能还是会面到一些 时间上面的一个问题 必须要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所以刚刚那个例子就让大家知道说 在应用上面来可以怎么用 那当然就是我们有一些 的应用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后续还会接着就是去做一些 那不只是针对我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水地属性的应用 因为我们期待就是说 只要是跟水议题有关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 之后的一些危害主流产 所以包括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会做北东南东 但我们之后可能会再加其他 脑化情绘者进来 那同时可能会针对其他的一些应用 包括农业、林业、生态、水池、完工等等 或者说就是说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控制 针对它一个需求进来 简单来讲就是 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水质源这一半 能够面面俱照 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够提供 我们整个在调试性或推动当中 需要的一个图子 那以上就是我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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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